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居家30分鐘中高強度的Tabata訓練 而且會結合拳擊有氧喔 那Tabata呢 是一個日本教宗所發明 它的特色是每個動作都20秒 休息10秒中的時間 是用來訓練專業的運動員 然後經過科學證實可以提高心力 以及挑戰機能力的很棒的運動模式喔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始跟著美訓練吧 今天的運動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暖身以及下半身 第二個部分來到全級有氧的Tabata訓練 最後則會是上半身以及核心 準備好的話拿著你的瑜伽墊跟著我開始吧 第一個動作我們輕鬆的活動我們的肩關節 兩手順時針或是逆時針的畫圈 好 接著 膀部休息直接進入到徒手深蹲 二十秒的時間 喚醒我們腿部的肌群 下去的時候吸飽氣 起來的時候吐氣 接著我們原地做髖關節的旋轉 輪流的將我們的腳從前方轉向側方 最後給我一點開合跳吧 二十秒 最後三 二 一 稍微的喘息一會兒 下一個動作我們從平板開始 做一個平板的往前跳 接著來到深蹲的預備動作 這個動作結合我們的上肢 並喚醒我們的核心肌群喔 快點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 深蹲接著直接這個扭轉的動作 讓你的手肘盡量是可以碰到 對邊腳的膝蓋 扭身的時候做一個快速的吐氣 最後三 二 一 很好 下一個動作 高腳抬息跳的變化型 三個抬息跳之後 稍微的停頓一下 接著重返這個動作 快一點快一點 你可以的 接著我們先來到瑜伽墊的底部 往前一跳 接著小碎步的往後走 往前跳的時候做一個深蹲 接著輕鬆的往後 下一個動作 Ready一個平板的動作 給我交叉腳的登山式 衝刺衝刺 核心持續的收緊 不要讓腰部下沉 最後四 三 二 一 一 全天 運動作 維持在平本的姿勢 我們一腳 穿過我們的身體 上方的手 順勢地打開 打開的時候做一個吐氣 最後的10秒 緊接著給我一個跨步蹲的ready動作 我們要做的是一腳的跨步蹲的抬膝 後腳往後的跨大步 接著向前 往腹部做快速抬膝的動作 注意不要同手同腳 抬膝的時候吐氣 大腿會感覺到算是正常的 加油 我們不多說直接換邊來進行喔 最後的10秒鐘不要慢下來加油 加油 接下來給我一個稍微窄張一點的深蹲 做一個停頓的深蹲之後 像外的做一個開合跳 像個海星一樣跳開 非常棒 接著往左往右做我們的深蹲 回到中心點的時候 可以帶有一點小跳躍的感覺 最後4 最後4 3 2 1 休息 休息30秒的時間 倒數10秒 我們即將進入全集有氧的部分 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先從左右的側出拳開始 往左往右的輪流攻擊你的敵人 好 接下來直接做連續的出拳 20秒的時間 直接在定點 做快速的出拳 快一點 最後10秒 快一點最後10秒 下一個動作會結合一點深蹲下肢的動作 給我一個深蹲接著直接出拳 出拳 出拳的時候可以扭動你的核心 讓你的力量可以輸出 最後3 2 1 1 下一個動作 跳繩 輕鬆的跳繩 調節你的呼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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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3 2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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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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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右手在前的話 右腳就在前 核心跟著扭動 加油 最後三 二 一 這個動作還是跳繩 但是我們一邊做兩下再換腳喔 接下來我們會先從一腳的跨步蹲開始 先做一個下蹲 扭轉 接著抬膝 抬膝的時候給我一個向上踢的感覺 動作快一點 直接換邊來進行喔 會有點不管是正常的 轉租在自己身上 最後的十秒 I've been cruising round the city I've been cruising round the city on the pick up pick up I've been getting all your money This is stick up stick up oh you had a beer and never fear I've been cruising round the city getting ready to appear getting ready to appear I've been cruising round the city 提著抬膝 這一次的節奏 我們可以做慢一點 I mean what you gonna walk home Hell nah and you know the train's looking like a war zone Hard pass so you know you've got no choice but to pay up pay up so I'm slowly racking up 打中我們敵人的側臉 大力一點 接着我们做连续的上勾拳 快速的 不要慢下来 不到15秒的时间 你可以再快一点 最后三 二 一 非常棒 下一个动作连续四个直拳 接着接一个左勾拳 在做直拳的时候 脚可以顺势的跟进 最后往后一大步 休息三十秒的时间 刚刚的动作如果还不熟悉的话 非常的正常没有关系 所以待会拳击有氧的部分 我们要再重复一次哦 倒数十秒准备进入你的状态 一个动作扫出拳 很好 下一个动作 定点的连续直拳 我们出拳的时候 我们的下半身要稳 用我们的核心扭转来带动 来最后三 二 一 很棒 深蹲 以及直拳的结合 我们动作再迅速一点 也可以的 轻松的跳绳 二十秒的时间 ready go 三 二 一 非常棒 接下来闪躲以及上勾拳的组合 躲开敌人的攻击 躲开敌人的攻击 接着出其不意的来个上勾拳 打中敌人的脸部 最后三 二 一 同手同脚的直拳 随便训练我们的心肺 出拳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吐气 比较不会喘泪哦 加油 加油 最后三 二 一 很棒 接下来一边两下的跳绳 缓和一下自己的呼吸 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 好 然后再调整 废话不多说 不穩的話 迅速地找回自己的重心 大腿跟臀肌已經開始酸了 加油 3 2 1 很棒 拳擊悠仰的部分快結束了 左右的勾拳 叫慢的節奏 不用急 下一個動作 快節奏的上勾拳 你可以的 20秒的衝刺 我不要看到你慢下來 只剩10秒了 你可以做到更快 接下來四個連續的直拳 接著往後退大步 接著往後退大步 休息30秒的時間 很快的今天的訓練 只來到上半身 還有核心的部分就結束囉 加油加油 接下來我們會先從平板的動作開始 上下的平板 20秒的時間 主要鍛鍊我們的上肢肌群 以及核心 下一個動作 維持在平板 軸針平板的位置 一腳抬高 接著做平板前移的動作 輪流的換腳 下一個平板的出拳 從手撐的平板開始 輪流的向前出拳 在做出拳的時候 側腹也會有被延伸的感覺 接著來到趴臥 我們要做的是超人式的停留 針對我們的擴背肌群 向上的夾背 停留一下慢慢的下降 接著我們的兩手先向前延伸 輪流的往後去做划船 在做划船的時候 肩胛骨稍微的收縮 有一點夾背的感覺 接下來的動作 兩手向側的延伸 做繞圈 挖一字形的繞圈 主要針對我們的後三角 以及擴背肌的上側 加油 下一個動作超人式的停留 接著我們的兩手 往後的延伸 和我們的身體靠近 比較接下來這個動作 針對我們要做成олет的 超人的每天我也棒 做訓練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做一些認識和 30秒 然後再做一個 身體靠近 手機靠近 做一個 就是 做一個 所以我們的肩膀 給我一個倒V字形做伏地挺身 除了手部之外,肩膀肌群也會特別的有感 鬼子伏地挺身的輪流碰肩 一個伏地挺身下去之後 直接碰到對邊的肩膀 最後10秒 下一個動作 兩手的距離給我一個稍窄的 我們要做的是 鑽石的伏地挺身 先停留在我們的半空中 接著兩腳往外往內的點地 再起來 下一個動作 熊式的平板停留 我們的人就像一個桌子一樣 膝蓋離地 讓我們的大小腿是成90度的 停在這邊 甚至是動作 維持在熊式平板的姿勢 我们的手去触碰我们对边脚的膝盖 相当考验我们的核心平衡 你可以的 最后5 4 3 2 1 接着我们要做的是 Holo Hold空心的支撑 记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的背部紧贴着我们的地面 上半身微微的挺起 腹部持续的收缩 最后停留 4 3 2 1 下一个动作 轮流的单边转负 核心的部分已经快结束了 加油 下一个动作 Floater Kick 仰卧踢腿 两脚再离地面近一些 最后的10秒 轰炸我们的腹肌 4 3 2 1 很棒 我也是在仰躺的姿势 下一个动作 反向的卷腹 让你的两脚先延伸出去之后 往腹部靠紧 上身可以顺势地抬起 最后一个动作 给我一个坐姿 上身微微的后勤 连续的直拳 最后10秒钟 恭喜你结束今天的主训练 待会还有几个收操动作 有时间的话跟着我一起完成吧 我们先从下犬式开始 让我们的背部延伸 脚跟早上地板 左右脚轮流地离地 最后3 2 1 我们直接来到上犬式 可以左右的扭一扭 接着回到婴儿式 重返这个动作 接下来给我一个四足跪姿 我们的手 先穿向身体的另外一侧 接着打开 视线顺势地看向手部 放松我们的上半身的肌群 画另外一侧 不再 supporters 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手机 撕五 播放松 看 util 帮助 那个 2 一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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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我做完這一組訓練的真實央帶 如果你們有認真跟著我完成的話 應該長得跟我差不多 非常的像小婆 但我覺得如果有成功完成這組訓練的話 我覺得要給你們一個大力的掌聲 然後謝謝你們跟我參與這次的訓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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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